女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,生起的时候嘴巴上狠得要命,但是只要听到稍微有些假甜蜜的对白,就会无原则向爱投降。 面对感情,女人的心也总是柔软的,会夸大解读男人对自己好的行为,也总会被自己幻化出的情景剧情搞得越陷越深,甚至到最后清晰所有,却落各一厢情愿的结局。 所以即使女人在感性也要留几分清醒给自己,若一个男人只是把你当过客,必定会出现一样的举动行为。 比如以下这几个表现,说明他对你只是玩玩,而非爱你,所以请保护好自己的心,千万不要痴心错付。 一,只在需要你的时候,想起你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,就会时时刻刻都想和他在一起,那是一种本能的占有欲,当然在关系稳定后,则会有所变化,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,也不希望常常黏在一起。 但是追求阶段或者恋爱初期,一定是希望多些二人世界,想拥抱你,想和你一起,分享身边一切有趣的事情,想知道你在干什么,而不是只有在他需要你的时候才能想起你。 假如他每次联络你,都是需要你帮忙,那并非由于你的才智果人,女中诸葛需要你出谋划策,如果每次联络你,都是他失意需要发泄心中的委屈,那也并非因为在乎,或者你有与众不同的位置。 其实那不过是,将你作为情绪垃圾桶而已,并不是真的出于对你的爱和思念,所以,女人千万不要离恋上自己虚拟的情人,不要盲目爱得太快,陷得太深,男人这样的表现,并非真的爱上你,只是闲来无视的,暧昧对象,或者情感备胎而已,之所以他在需要时候联系你,或者的确是对你存在几分好感在里面。 2. 可是这份好感,则是源于你的有求必应,呼之急来归之急去,方便快捷又无需担负责任,但并非是因为爱你。 2. 所有的承诺只在嘴里,从不复出行动女人都是用耳朵谈恋爱的,所以很容易被甜言蜜语所俘获。 3. 当一个男人不停地为你勾画未来的美好生活,或者当看到奢侈品的时候,不断地许诺在未来送给你,从天上的飞机到日常的事物。 3. 可是所有的东西完全都始限于听到,并无限期的等待而已。 4. 女人听到那些话的时候,当时那一刻会充满喜悦,也都会对这样的未来满心期待,觉得这段关系充满了很多潜藏未知的幸福。 4. 傻傻开心,傻傻等待,甚至会莫名地对这个男人越来越深爱,其实稍微理智的人都应该懂得,他如果真的有这份心,自然直接拿出来送给你才对,怎么会浪费时间画饼充击的来敷衍你,不要等到最终伤透了心。 4. 才后知后觉原来这个男人并非是真的想给予,当一个男人所有的承诺许诺都只是在嘴里,从不付出实际,那么不要再只用耳朵,该是用脑袋思考的时候了。 4. 他此刻的态度间接说明了一切,他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过就是在表达,你只是个可以不用付出就一想,受个温柔,甚至可以说是没事寥寥的消遣备胎而已。 5. 一个娱乐的暧昧对象怎么可能有准媳妇一般的待遇,男人的心在哪里,钱就在哪里,怎么可能轻易付出损失浪费经济。 5. 对于他来讲,之所以可以算是聊得来,又不拒绝地保留关系,只是因为方便又暂时不讨厌而已,所以姑娘们要清醒,理智化分爱情和暧昧之间的不同关系,弄清楚,他是用嘴来爱你,还是真的爱你,不要成为别人消遣的对象,还笨笨地越陷越深,耽误了时间,耗费了青春,更伤害了自己的身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